兴隆签字放弃女儿了 断交妇女关系 刘珍父母在法院痛哭 要求兴隆给女儿抚养钱和生活费 兴隆大怒离开现场 港媒方面又再一次传来了关于兴隆的好消息 那就是兴隆520追忆王妻刘珍 港媒称她决定终生不再娶 疑似走出阴影 港媒表示刘珍离开快要满两个月了 当下的兴隆其实从开始不敢 独自前往真龙殿看望刘珍的塔位 到如今她可以正常地进入该地对刘珍进行探望了 而且兴隆从走不出丧妻之前 到如今慢慢地可以面对大家 甚至还在前面带着女儿一起外出买饼干 看来刘珍羽化之后 兴隆还是很坚强的 5月20日港媒表示兴隆是一件深情的男人代表 所以前面提到了关于他终生不娶的消息 这一次算是肯定了他的说法 而绝不是网友们给他加上的一个美名 至少从当下来看 刘珍的离开对兴隆的打击很大 他的想法就是好好陪着女儿妮妮 在接下来的人生阶段里面 他会开开心心地用心去感受一切 会试着走出伤痛来接受未来的一切 心龙还要多久才能真正意义上的走出挚爱刘珍离开的阴影之中 这是大家最关注的第一个问题 其次就是想要知道刘珍四岁的宝贝女儿妮妮的生活到底过出怎么样 早在前几天吴宗宪大哥有接受媒体的采访 他透露刘珍的离开大家很伤心 而自己有交代心龙必须要在月底正式地出现在大家面前 吴宗宪的意思很明确 那就是给心龙交代了事情 也告诉了他必须要赶快走出阴影事件之中 追心之痛不是人人都可以理解的 在520这一个特殊的日子里 港媒表示心龙同样是有追忆柳珍 但他决定终身不取也告诉了大家 心龙快要面对大家了 快要以生活为重心 好好的带着女儿妮妮享受生活了 其实就算是心龙自己不愿意面对现实 他身后的献哥 于天这些老友也不会放弃他 好朋友们都有在为心龙做工作 吴宗宪还特意交代心龙要早点走出来 不然自己会对他不客气 不管心龙是终身不再娶 还是他有属于自己的新打算 这是属于他的私人生活 就希望他能好好的陪着女儿妮妮慢慢成长 让他快乐幸福的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